久坐轻呼这病 净喷血不止 一名50岁的计程车司机 每天开车超过10小时 长时间有静脉曲张问题 腿部长出像蜘蛛网和蚯蚓般的血管浮屠 原本也不以为意 后来出现双腿肿痛麻 皮肤变黑 而且形成伤口溃疡 且竟然喷血不止 赶紧就医配合手术才终于改善 心脏血管外科医师表示 长时间久坐或工作需要久站的人 都容易妨碍下肢血液回流 造成静脉曲张 当除怀皮肤色素沉淀变黑 代表病情变严重 且如果抓破皮 可能造成静脉血管出血 溃疡 伤口不容易愈合 血流不止 严重可能造成感染败血 甚至得减肌 有静脉曲张应该尽早就医 临床上依照血管出血 以及血液逆流的程度 可以配合注射硬化剂 或雷射手术治疗 改善血液逆流的问题 医师建议 静脉曲张高耗发族群 在工作时可以穿弹性袜 并注意包装上 是否有标示医疗级弹性袜 同时可以配合多台腿 腿的位置高于心脏 一次30分钟 减轻下肢的静脉压力 换处也要注意避免 泡温度过高的热水 以免血管扩张 加重红肿发炎 让病情恶化